林秉一则来自现场的最新消息 这是台北市靠近万大陆底 有一座新盖好的禅障空桥 而新工处在接收的时候 电梯已经坐好 但空桥居然只盖好了一半 上到天桥之后还有阶梯 等于坐轮影的身障人士 根本上不去会不会太过离谱了一点 立刻把时间交给记者林秉一 秉一请说 好 台北市医院抓问题 我们现在要看到是台北市万大陆 通往华中河滨公园 这个天桥 原本这个天桥原本是政府直立一两扇 请建商帮忙做了一个无障碍设施 没有想到可以看到 透过画面镜头看到 这个无障碍设施到现在 已经移交了两月 现在还无法通行 那么问题是什么呢 其实这个牵涉到当时建商的 工艺使用转换空间的容金奖励 他们因为做了这个无障碍设施 可以获得40多瓶的容金奖励 没有想到他们做了无障碍设施 空桥之后到现在还无法使用 到底问题是为什么 来来听看议员怎么讲的 今年7月份早就移交给新工处的 新工处的配合科 配合科也接收了 也接收了 但是残障人士跟我跟王一元反映说 为什么 两块两个月了 为什么这个设施还没有开通 我们终于找到原因了 因为这个空桥设施 对不对 跨体设施 只能提供给一般正常的民众 因为残障轮椅足了 如果走进了这个空桥 会进退两难 他可以坐升降机到三楼 进来这边的时候 都会遇到后面23个阶梯 23个阶梯 这叫轮椅足如何行驶呢 如何到题外呢 这完全跟 就是说以后这个残障者 如果要到这个华中和平公园 或是从华中和平公园 回到万大陆 都没有办法使用这个天桥来通行 原本做好的无障碍设施 到现在也无法使用 那么问题到底是新工处呢 还是督发局呢 刚刚还是没有办法获得答案 政府现在可能要伤脑筋 来解决这个天桥 无障碍设施的问题 这是目前我们掌握到最新的讯息 先把时间还给棚内 好可以听到残障公桥 大家居然到了一半得改走楼梯